這兩三年來 然後我們每一個學期的交換生 現在都超過兩百個 兩百個 那是在學校的比例有超過10%了嗎 是沒有啦 只是說有些科系特別多 像我們大眾傳播系的話就很多 那是交換學生是在同一個國家 還是不同的國家加起來兩百個 我剛剛講的是大陸交換生 只有針對大陸交換生就兩百多個 一個學校 就兩百多個了 對 有兩百多 像我高中的時候 沒有 我國中的時候 那個時候高中的有一個學長 他就是完完全全的外表 整個都是外國人 在開國說 三小朋友 等下要再打 就衝擊一樣太大了 因為對我們來講 金髮碧眼全都是一個好像很帥氣 突然這樣子 那有沒有一些比較特殊的一些外國朋友 目前的外籍生一手大學來講的話 就是以東南亞像馬來西亞還有越南 那種都沒有看廣告那種 馬來西亞的華僑或者越南 這個比例上比較多 然後國際學院 目前也有一些像東歐的一些國家的學生 他們大概學的是一些可能參旅觀光方面的一些課 那學校他們開放這樣的管道就是所謂的交換學生的制度是 目的是為了什麼呢 其實就是 就是讓學生去做這個學術交流 然後讓學生彼此知道說有不同的一個學習環境這樣子 那這個參加的條件是不是那個成績啊 要一個水平以上 水平你看 龔一亞真謝你喔 把我們今天整個都 整個那種文化氣質都提升了 你把咱們這個節目的Label提高了呢 是不是那個標準就是要到達 目前我的了解就是說 他們大陸交換生他們過來 他們是一個學習為單位 也就是來台灣是四個月 那我們過去那邊我們等於是遊學是一個月 因為我們到大陸去念書學歷不承認嘛 所以念一學期沒有用 所以只是念一個月 所以這邊有兩位 有兩位他們是過去念那個交換生的 交流的 等一下可以請他們聊聊那邊的趣事 那這時候問一下我們徐老師 那文藻這邊的交換生的 我們比較多的學生是外籍生 然後不是交換學生 直接是外籍生 到我們中心來學華語的 他們是特地來這邊學華語 是是是 那他們是從國外來 然後就是算是 學完還會再回國這種之類的嗎 交換學生其實不多啦 大部分是自己花錢來學的 所以他們應該都是有年紀的 我們台灣的語文學校 華語語文學校那種感覺 對對對 所以我們的學生有日本的 韓國的 東南亞的 然後有歐洲的 有美加的 通通都有 所以你們剛剛提到那個黑人學生 我就教過了 就有喔 對 黑的真的是比較特別一點啦 好像我們會有一種 有一種 我曾經在一個晚上 在走路的時候 突然看到我嚇一跳 突然兩隻眼睛 一拍牙齒 嚇一大跳 一個黑人走過來 真的很黑 所以他們的 那他們的學的目的 就只是純粹是有興趣 有的是在台灣工作 需要用到中文 在台灣工作啊 對 所以Rage比較廣 不一定是可能二十幾歲 也有可能三十幾歲也有 出生會的人都有 都有都有 也有中年的老年的也有 都有 那他們在那個 學習上有沒有 遇到什麼 會遇到什麼瓶頸 因為像 雖然我覺得我們的國語 是世界上真的是 最好學的語言 而且是 怎麼說 最好學可是它是 最難懂 很複雜 因為中國字的意義很多 然後 可是你看像 英文的話 就像 就統稱 可以統稱很多的東西 可是我們有不一樣 我們有錶 有糖 然後很多種其他地方 我自己是 中國人 我連錶跟糖我也分不清楚 就反正全部都講哥哥 不研究 那 老師就會問一下說 他們外國朋友 有沒有針對我們這個問題 產生confused 就說 為什麼要有這麼多的稱謂 就分這麼細 我們就好了嗎 我們就說 這樣說比較清楚就好 比較清楚 一言以蔽之類的 這樣子比較清楚 請回座 所以那也是蠻有趣的對不對 那老師 您教學教多久了 我教華語差不多有十年了 十年了 對 這十年中應該也接觸過很多的 一些外籍的人士嘛 對 那有沒有 就是您知道 國情不同 個性比較 就有差異 可能老師今天 無心可能講一句話或一個意思 但他 說著無心嘛 聽著有意 然後他把它就是扭曲了 這些事情都會碰到 我覺得 日本學生 韓國學生 我們東方文化的學生 會比較不好意思 當面跟我們說 那西方的學生就會直接說 對 比如說他不滿意我們的教學 他會直接站起來說 No 你是說西方學生嗎 對 他就把那張錯臉給你看 他還不會就是 站起來 然後當場就給老師那一看 不會羞辱的老師啦 他們還是知道 多多說好 知道一些我們的文化 知道一些 那 亞洲的學生比較 比如說他不滿意你教學 他就跑到辦公室去講 他不會跟老師當面說 對 那西方學生就直接告訴我 所以我們亞洲學生比較 要要北亞一點 也不是啦 也不能這樣講 對不對 那其實呢 來台灣住這麼久 我相信前面兩位 後面兩位是去體驗 剛剛市長是哪裡啊 你們是去哪裡 我是去廣東外語外貿大學 廣東外語大學 外語外貿大學 外語外貿大學 對 所以你是外貿協會的 不是 開玩笑 可是我有會員證 對 那小莫呢 我是去廣州大學 廣州大學 所以是不一樣的地方 嗯 同一個去但是不一樣的地方 那 到那邊有沒有發生什麼去世 我在那邊的話就是 去世喔 就是他們那邊的學生非常的用功 然後我們就覺得 我們一天到晚就 欸要去哪裡玩 一天要去哪裡玩 然後他們都不會 都不會想跟我們出去 所以他們都是戴個大眼鏡 我要念書啦 你不要吵我 也沒戴大眼鏡耶 其實我去那邊我還蠻嚇一跳的 因為那邊的女生也都蠻會裝扮的 對 因為現在有隱形眼鏡 是嗎 你剛剛那個小雨提到你說 那你的女孩子就還蠻會裝扮的 對 那他們的裝扮方式跟台灣的 那種流行的那種風格 會有差別嗎 其實 大概會慢個一季吧 慢個一季 對 還是會慢個一季 就是我們這邊可能流行過了 他們那邊才開始流行這樣子 真的喔 可是我上次啊 也是到廣州去 你知道我看到 在機場的時候 我看到一個蠻傻眼的那個 一個畫面就是說 像我們台灣女孩子 我們穿絲襪 我們穿絲襪有沒有 然後有到這裡的 然後有到大腿的 但是我們的那個絲襪的頭 是不會被看到的 絲襪頭 就是說 不懂 會有一個奧騰的 會有一個奧騰的 不用不用不用 它就是我們這樣穿起來 然後到這裡 然後不是會有一截 黑黑的嗎 對 然後到這邊的時候 我們一般講 我們這樣穿是可能穿馬靴 穿長裙 遮起來 或是穿長褲遮起來 但是 但是大陸女孩子不會 我不知道是每一個 但是至少我看到 滿多個都是這樣 就是 他們是穿窄裙短裙到這裡 就絲襪是穿到這邊 然後就這樣子 然後穿高跟鞋 所以這個時候 就得問問 龔裕啦 這是一個美的展現嗎 還是大家夥都這麼穿 也不是大家 我都這樣穿 在歸州我就很少看到 他剛才說的那種情況 可能是沿海 極特別吧 比較少一點 大陸我也沒有遇到 省份太多了 對 真的很廣 文化差異很大 幾十億 沒有 十幾億而已 下午一跳 全世界都是從內地來的 小莫呢 我有 就是 我跟我室友住 然後他就是去到那邊 剛好他引仙境掉了 然後我們就去買引仙境 然後他就覺得我們口音不一樣 然後就問我們說 從哪裡來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們是從台灣來 可是那個店員 台灣喔 這一盒700 三百 三百 三百而已 就說會貴十倍 不是也是薄刀眼鏡 就是台灣 喔 台灣開的 對對對 然後他就問我們從哪邊來 我們就說從台灣 然後他就說 那從台灣普通話怎麼講得這麼好 我就想說台灣了 不是講普通話嗎 對 而且在中國大陸好像有一個禁忌 我不知道是不是 那公益可能可以證明一下 就是說 在中國的地方 你不能